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朝灭亡之后 中国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期间 地处同关地区的华县自然成为了各方势力都要谋取的重地 但是这把闯王刀已经传到了王乐天老先生这里 为了保护好闯王刀不落入他人之手 王乐天老先生把他藏在了自己的家中 这一藏就是近百年的时间 据王乐天老人的孙子王兴记回忆 想当年爷爷为了保护这把闯王刀 我们这个家族没少蒙受灾难 当时的军阀为了找到宝刀 对爷爷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严刑逼供 但是坚强的爷爷连半个字都没有透露过 或许王兴记想让这个家族的生活能够更平静些 就有了想把宝刀交给国家保管的想法 便在1993年带着此刀来到了陕西城文物局 经过有关专家们的认真鉴定之后 发现闯王刀极具明清时期的铸造风格 可堪称是一把举世无双的宝刀 这把刀长101厘米 呈凹背突驱形 刀锋随着刀背驱行 不过此刀历经了百年洗礼 整体上已经破损得十分严重了 因此只能被鉴定为一般文物 直到现在还在王兴记的家中静静地坎着呢 不管这把宝刀最后的去向如何 都希望它能够被好好的保存着 毕竟这是一把十分珍贵的文物 好了 今天的灵脚观潮史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 更多精彩下期不见不散